說到社會環境是否影響結婚的問題 接著是影響整個社會結構 阿毛哥覺得社會環境是否這麼不理 你今天不是說光棍節嗎? 可以說光棍節嗎? 也是光棍節的 這麼適合今天光棍節 影響人結婚當然有很多因素 如果說光棍節就是因為一胎化的結果 你限仁山一個 我們中國傳統的縱男輕女 那些女嬰出生就被人殺 才會有光棍節 因為出生女嬰失行 這當然是非常悲慘的故事 不過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凡是有商機 就會做了 既然間一胎化搞成這樣 真的很多人很難找到另外一個伴侶 出現了所謂光棍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人口裡面最活躍 還有消費力的人 整個光棍節 其實光棍節 我覺得也是非常侮辱性的 因為光棍在中國傳統文化是侮辱性的 就是我們… 就是笑容自己一枝功 是的 阿Q正傳的阿Q就是光棍 甚麼都沒有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以香港來說就更加離譜了 不是一胎化的問題 而是地產霸權的問題 即使一個人找個地方住也很難 如果找個地方住也很難 自然是光棍的 你怎麼照顧其他人 其實我想大家說不出另一半 很多人都是為了照顧自己的父母 我們說光棍就是一些人入不了整個制度 現在的最慘就是 很多入了婚姻制度裡面之後 到老的時候又變回光棍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說 爭取了這麼多年 說全民退休保障 都是對於關寡孤獨 何日關寡孤獨 就是說她喪了牛 或者她的丈夫去了世 她就變回光棍 她的子女又要照顧自己的家庭 家庭也要照顧上一代 因為孝道的意思 其實對上一代的尊敬 尊敬最重要是令她不要餓 不要因為貧乏規決 而在人生最後的階段 就更加差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光棍 這個小時候又怎會 本身不是光棍又變成光棍呢 很明顯香港這個制度 現在對於退休制度的事情 其實是很悲慘的 我們剛才說光棍就是 年輕的時候加入不了家庭制度 婚姻的行列 其實是跟中法制度有關的 你為何說人家光棍 因為你沒有去參加那個大家庭制度 他就覺得你沒有貢獻 這也是對於單身人士的歧視 不是光棍的意思 光棍是非常差的 我為何稱為光棍節 我都覺得挺有黑幽默的 就是改光棍節 簡單就是叫形異上一支一支一支 因為你剛才說修齊治平 那你格物置之誠意正心 即是我們說下一節 上一節是精神性的 現在我看香港 真的很難教別人格物置之誠意 因為我們的政府 現在都不是政府 而是更政府 即是每一個局長 每一個司長 特首說話都要更正幾次 就是罵記者聽不清楚 怎麼搞 我覺得你們政壇新秀 應該教學如何更正是好一點的 因為現在我們的政府 但最好不要經常要更正 最好一說就… 我最討厭的是罵人家聽不清楚 但別人又不能反駁 你說話不清楚 即是你沒有資格去說話 你不可能說話 每次都要更正兩次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是一個非常壞例子 就是亂說 你說像郭歌法 這個人大代表 葉國謙說 你去泰國 一聽到郭歌要站在那裡就說 現在又到譚為主說 其實不是 要演奏郭歌的場合才是 你經常說市民是民粹主義 你想想你那些所謂精英是甚麼 隨口說話 當是秘笈 那人家當然是跟著你那個說話 所以說到這裡 其實你製造了太多的不安 老實說 每一個人都覺得很焦慮 其實這樣真是精神上的光棍 你不知如何好 跟著都沒有空想其他事 那不如自己一個 為何香港人現在這麼焦慮 大家不要歸咎說 完全是沒有屋住 是因為你每一天都說一些東西 其實你覺得那樣東西應該是白的 他說是黑的 他說是黑的 應該是白的 你聽不清楚 我出來說是灰色的 你現在整個政府 每說一句話 都好像賊佬試沙布 即是說完之後又縮起來 我也不知道 現在做記者很慘 做記者就像江棍一樣 無所依賴 沒錯 我沒有再做記者 幸好我也沒有再吵 做記者好像小學生一樣 以前老師說錯了 讀錯了字 我沒有讀過 我沒有讀錯過字 你們聽錯 那就是全香港陪他 那個版面 你的政府是跟政府 經常都要跟正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拍下來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拍下來 像情侶一樣 經常都要自拍 拍片 我做今後立法會議員 很少見到私局級官員 或者特首 說不好意思 你聽錯了 可能我說得深奧一點 你們聽不明白 你在說什麼 一個政府不是把那些繁複的事 很簡單地告訴市民 讓他們明白 現在你不是在教書 教書都不行 大哥 你現在走到山腳找浸會 教一下有個先生 說來說去 好像學生聽不明白 那你就這樣執包袱 是不可能這樣 明白 所以現在香港的焦慮 令到每一個人都成為江棍 無所依賴 黑白不分 精神上就變成這樣 好像我這樣已經是 有什麼理由我現在不是議員 你們單身貴族 我有選民的副托 所以我一定不是江棍 我有選民的副托 去代表選民國 現在突然說 不好意思 當時你們全香港人聽錯了 是吧 長毛做了五次 原來現在不對 還有追溯力 現在說國旗法 又沒有追溯力 所以就說是非常混淆 但是我明白 無所釋從 對 他說刑事沒有追溯力 但是他不明白 選民的副托 那個程度 是國之根本 就是說別人選了 你是不能叫人離開的 是不是很簡單 這個比刑事的標準更高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說說 真的 江棍如雀 沒有皮柴 即是沒辦法 要走路 沒有辦法 摸到他 即是你政府說什麼 令到那些小蚊子真的很慘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是非黑白怎樣分 你不可以經常說 你聽錯了 傻的媽 最可悲的就是 因為共產黨要完成 某個政治目標 逼全香港人在這裡說謊 由法官到 官員都說 其實是應該的 那些議員應該 不能做 其實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 一個成語叫子鹿為馬 才有一群太監 趙高就像鹿為馬 現在何其多也 趙高 很多人問我 為何你第一次不出來參加 保選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如果將新界東的席位 是兩個一起選 建制派可以混水 因為他是從來 如果單對單 他都輸給我們 但如果將兩個位一起選的時候 他需要35%選票 就已經拿回 即是有數 拿走我們一直 第二個是我在上訴 我上訴根本就不可以 即是沒有理由 你又上訴又可以選 明白 即是有兩個原因 大家不用擔心 11月11日 其實今天是一戰紀念日 是國殤紀念日 是和平紀念日 對於香港人來說 才是最重要的 為何一定要結婚 獨身有甚麼問題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說一戰的問題 其實一戰就不關中國人的事 應該是歐戰 歐洲人當了他的世界就是世界 當然中國人是有參戰的 後期 這樣就做工兵 因為幾十萬人出去 幫人挖戰爐 其實有原因 為何不紀念一戰 因為歐戰打完之後 竟然德國和日本分贓 因為德國是戰敗 日本有殖民地不如給我 這樣才有五四運動 所以教這些東西 老實說 特區政府官員真的拍馬追不到 他們經常叫人愛國 多元歷史也不懂 五四運動就是這樣 因為就是因為物藥不好 說回節日 其實所有節日都是為那些 已經大權在握 或者他在社會中所謂 用英文的前方 即是他已經挺好的 上了奧 即是他們說的 聖誕節也是 難道聖誕節現在 你不信教都可以慶祝 問題是你有沒有錢去慶祝 你可不可以消費 其實節日的來源本身應該是甚麼 就是農業社會裏面 隨著那個天氣的變化 停下 多數是跟收割 風修 風修是有關的 過年也是 有年秀 那些年秀其實有沒有不知道 但在那時候甚麼都做不到 因為已經是冬天 冬天的時候 儲蓋了一些東西 準備去過了嚴東 發明了年秀 其實這些所有的東西都是人類的創造物 他搞出來的 其實單身 我剛才已經說了 單身為何是罪過 因為他沒有融入到 舊時的中法制度和封建制度 因為以前生產力是人力 因為是密集式的生產 你太公分豬肉的意思是甚麼 就不是分舊豬肉 是分土地 如果你沒有生產力就不行 所以你不結婚 他就為大家 你才沒有貢獻 不建設社會 即使你流血脈 即使你真的養大了一整輩的人 譬如有一些女士 單身吳家 多數都是工作的 所謂的孤婆屋 其實就是出來工作的女性 因為她沒有空拍拖 亦都難找到 因為以前結婚也是非常嚴重的東西 要門當戶對 還要給嫁妝 如果你的如意郎君沒有錢給嫁妝 你也不好意思 是的 如果你說 如果你沒有錢給嫁妝 那你私奔 私下就不行 這個說得太遠了 我覺得其實所有節日 都是那些勝利者 歌功總得 政府不理選民的選擇 如果強迫議員不做議員 當然是不合理的 我現在正在上訴 當然我對香港的司法制度 不能夠在 尤其是在中共政府的壓力下 維持到一個公正的存疑 不過看看如何 我們正在上訴 看看她如何判 最後如何判 這個其實有追溯力 現在令整件事非常糊塗 因為有追溯力 所以我們要給回一些糧 給回一些開支給政府 就是這樣來的 是 所以我希望各位政壇新秀要明白 今天香港實際的政壇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足球場 這個球證也是她 旁證也是她 全部都是她的人 大家真的要打醒仇義分精神 還有一個準備就是 打球的東西 輸贏有時都不只是你可以決定 如果連球都不敢打 就是你輸 如果你還敢打球 你還有機會贏 就是這樣簡單 現在我們上球 其實真的是足球總會 不只是裁判 足球總會也是她 隨時都改例 贏球輸三分 從來都是從政比較艱難 你聽過西甲是贏球輸三分沒有 我現在就看到了 贏球輸三分 其實陳帆叫人去買車 如果你買不起樓買車 其實就是他們的邏輯 其實現在的樓價越來越貴 因為當我們的土地和樓 是成為尋租的工具 就是說由政府幫忙發展土地 然後土地很貴 然後令到樓價貴 樓價貴就令到供樓壞 其實他的產品都是這樣 如果你買不起 以前是300呎的 現在買150呎 你只有這麼多錢 那我就整貴一點 不過你住得差一點 所以其實陳帆 他不買樓買車 讓他說了整個事實 如果你有一筆錢測試就消費 你要消費事務存在 如果你連買150呎的地方買不到 那麼就買一架車玩玩 其實他覺得年青人只要消費 才能夠發現自己的實際存在的理由和希望 而那件事不一定是扭的 是的 因為他已經是小到無可再世 因為他是看著你的筆錢 例如一個年輕人 例如說你有200萬元做首期 他不停地將赤價提高的時候 令到你拿同等的200萬住的地方 就越來越小 就這麼簡單 陳范就說 如果你不信任就買車 你也是消費 也不能死 我想問一問陳范 那要不要買單車 即是連車都買不到 單車現在十多萬架 如果是漂亮的 真的可以的 我當然是單車 想一想 單身也是單車 江棍這個問題 如果他是看到由於我們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 是會出現大量單身的人的時候 其實他是要做一些事去幫忙的 即是當那些人是一個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過一些事 你會鼓勵他們成家 或者是你針對就算他不成家 你也要幫他走 因為他也有交稅 他也有在香港的繁榮裏面 有經濟貢獻 有貢獻 你不可以說這些單身人 我不管他了 因為他也沒有貢獻 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 他們真的完全沒有 商場就反應 即是既然你連住貴價的劏房都不行 你就住回宿舍 別人就回應了 因為那些宿舍 其實不是窮人住得起的 我看過 所以你看看我們的商業世界 對於那些單身人士 是不停地令他消費賺錢 給他一些產品 但我們的政府就沒有了 非常差 看到趨勢也繼續是這樣 我只是說單身的老人問題 現在香港已經死了 沒辦法解決 因為我們的土地太貴 你去做這個男子宿舍 可能成本也太高 其實男子宿舍後來就變成了農屋 當情況更進一步差 那些人不夠錢 要依賴分租的方法 就越來越差 這個政府 一直在說 我也不知道林鄭人在說什麼 他有沒有能力去政府這個問題 我看不到 他還搞六字居 是剛剛才做的 整個人已經是看不到 可以說是視而不見 因為六字居是什麼呢 就是拿些公屋來 監平監錢賣 賣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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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來的 不是 而是六字居跟公屋的分別 就是要上會 上會是令到金融銀行 有得去收息 做生意 你想想現在我們香港銀行中資的機構 在銀行界已經是最上載 所以它是給人做生意 一層六字居的樓 樓價七成 現在是六百萬 如果你首期就給了一百八十萬 你已經給了錢銀行 然後還要每個月供 公屋是沒有這個效應 完全沒有這個效應 你便搬進去 所以它全部都是令到金融界有錢賺 婚姻和置業有關 其實是沒有別的關係 你看看德國是靠租屋 整個解決居住問題 但它有租管 是有租管 所以其實看國家的政策 看一個社會和一個國家的政策 德國人當然也有買屋 有建屋的自己 其實那個原因是甚麼 德國人可能是一個城市搬去另一個城市 因為它是就業的問題 所以你沒理由找到工作 就要買了一間屋 買不得那麼多 是的 所以大家不要有一個誤會 其實如果你買不到樓 你就結不了份 這個完全是錯的 只不過是我們造成偏見 鼓勵你去買樓 當然如果有租管的時候 我們整個政策就是 我們覺得租客都有權利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就是因為在2001年的時候 特區政府覺得樓市倒閉了 用我所謂的宣九朝九 將租務條例不要 那甚麼是租務條例呢 就是立約的時候 當然不是全部的樓 是三年一個約 每三年那個約是不能加過30% 很明顯租金的上漲是受到限制的 現在不是 所以現在才會這麼瘋 因為沒有租務條例之後 所以所有的業主除了自住之外 其實都是將供樓的成本 轉嫁給租客 轉嫁給租客 而且還可能再加多10% 袋子 那你有甚麼辦法 不用了 再加上可能旁邊的發展商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 香港作為一個所謂的國際大都會 你不能幫人減輕住樓的付出 只有兩個結果 一個就是競爭力向下跌 第二個就是那群人 為了維持香港的競爭力 生活很痛苦 因為你如果給居住的錢 是你收入的40%或50% 其實是整個方法的政策 無論你收入的位加是多少 譬如我們用中位數 其實所有人最多給20% 就應該解決到居住問題 是這樣照樣設計的 因為你做按鈕也是一樣 那些銀行員不會給你的收入 即是你用50% 它的風險太高了 所以其實為什麼商場 都想到的東西 我們政府丟不到 未必是想不到的 不知道想不想想的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現在我們的成見是長期 一個錯誤的政策人 80年代 一開始有一位作家叫白華 他寫了一個劇 被全國批判 他說你愛祖國 祖國愛你媽 我記得是這樣 因為當時 我記得是黃耀明 剛剛應該是剛出來唱歌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他引起了這首歌 都說真的是這樣 白華這個作家 就是用那部劇 運了一個問題 你愛祖國 祖國愛你媽 當然是鄧小平 當作重點批判 全國批判那部劇 你想想多奇怪 其實現在發生的事情 其實以前也發生 一部劇都要全國批判 現在香港就慢慢走下去 其實 如果從政治角度來說 國家是人民的選擇 他有什麼資格叫別人 一定要熱愛他 因為明天都可能 你都不愛我 國家和政權 本身是為人民而做的 不是人民為他而活 這是現代文明的基礎 所以所有政客 所有獲得公權力的人 都要做仆人 而不是做主人 不能夠經常去教訓別人 如何令他更加好 而是他令到他的主人更加好 這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愛是自願 愛不是自願 那些不是叫愛 其實很簡單 今年的推出 那些氣直 你把它測移